黄太极 你最近听说过 一个叫阿巴亥的哥哥 到府里来了吗 我知道 感觉他如何 我能有什么感觉啊 倒是阿玛特别喜欢他 前几日家宴阿玛请他来 还被他的话逗得开怀大笑 当场就把一个 价值三百两的碧玺手串 赏他了 这样一个谨美貌与智慧 于一身的可人 贝勒爷怎么会不心动呢 是啊 那手串啊 阿玛从前年买回来之后 一直挂在衣镜扣上 未曾离身 多少我附近看着脸馋 可这两年 从未有人讨到手 谁知道这阿巴亥几句话 就赏他了 当时打附近的脸 瞬间就垮了 滚蛋一向没有容人的气量 肯定要气死我 我看阿巴亥跟你还算友好 可他现在锋芒太盛了 大附近 绝对不会让他壮大的 以后你们来往 要小心点 知道了 放心吧 来 多吃点 你也吃 你也吃 这个好吃 来 东哥 来 大纱 大哥 你怎么来了 府上新得了块鹿肉 知道你喜欢吃 就让他们赶快做了 可没想到还是来晚了 不晚不晚 我们才刚开始吃呢 坐下一块吃吧 好 看 还热着呢 好香啊 东哥 这回的鹿肉呢 特别新鲜 而且很嫩 趁热尝尝吧 嗯 来 八弟 你也尝尝 谢谢二哥 怎么样 好不好吃 真的很好吃 黄大姐 我再给你点一块 赶紧吃一块 吃 我自己来吧 多吃点 东哥 这块是最好的 赶快吃吃 赶快吃吃 谢谢 你别找了 我这块好 来 谢谢你吃 吃吃吃 多吃点 戴上最近忙什么呢 我啊 还是忙那些事 你知道的 东哥 我吃了 这块好 这块好 给黄太吉吃吧 来 吃 我还没吃完呢 你多吃点 你正常身体呢 你看你瘦的 我突然想到 我府上还有些事 那我先回去忙了 你们趁热吃 你还没吃呢 就走了 我吃过了 他这儿怎么了 你这个笨女人啊 人家用心良苦 把菜给送来了 你却一直给我加 他能高兴吗 那 你是他弟弟啊 再说了 你住在我这儿 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他要不是不知道 有什么好不高兴的 知道是一回事 看在眼里是一回事 你看 你把所有的菜 都加到我碗里了 二哥心里 你会舒服吗 你这个小机灵鬼 看来每天没白喂娘 好东西吃到肚子里面 都变成些小心思了 慢点吃 东哥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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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 怎么跑得这么急啊 满脸都是汗 我没事 姐姐你快看 这是我写的字 好看吗 我看看 这美人写的美字就是好看 你就会取笑我 这两个字啊 可是我求着二二哥教我写的 他的字可比我好看多了 二二哥教你的 是啊 二二哥可厉害了 不仅人长的英俊 这汉字也写得好 虽然说带兵打仗 没有大哥那么勇猛 可是我觉得 这真正的强者 应该是坐在幕后 指挥着勇夫婿刺杀 你说对吗 自然是 东哥 你一个人待在房间里不闷吗 咱们出去走走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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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东哥 你看 那儿的画真好看 是啊 好香啊 对了 东哥 你和二二哥是一起长大的 对啊 那二二哥喜欢什么花 他呀 他好像不喜欢花 他喜欢松柏 松柏 是因为松柏是长青树吗 可能是吧 那二二哥小的时候 也相信再一样 脾气这么温和吗 对啊 在我们草原上 像大阿哥这样的男人很多 可是像二二哥这么温文尔雅的 妾很少见 东哥 你说是不是 戴善 他确实 与旁人不同 是吧 我为什么觉得 虽然我只来了短短几日 但是据我观察 贝勒爷的几位二哥中 就戴善最稳重 最聪明 我想 贝勒爷应该最喜欢戴善吧 贝勒爷的心思 我就不知道了 我就不知道了 可是二哥这么优秀 喜欢他的人一定很多 东哥 你知道他喜欢谁吗 这个 这个 我不好说 没关系 日后我自己问他 阿爸 嗨 妹妹 你一直都是这样 有什么说什么吗 是啊 怎么了 虽然我很欣赏 也很喜欢你这样的性格 但如今你到了这里 这里不比草原 面对大福晋他们 你还是要谨慎一些 别让有心人 乱做出什么文章来 好